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CWNJ CWNJ Rico听啊 医生怎么还给宝宝开 安乃进注射液体 CWNJ CWNJ Rico最近江苏一位妈妈上 传代娃看病经历 称ZWNJ ZWNJ LDQUO 顿时和高下巴哆嗦 ZWNJ ZWNJ RDQUO 随后很多以安乃进这一药物 使用AT的文章 在各个妈妈圈热传 ZWNJ ZWNJ Rico美国既用40年 我们还在给孩子吃 CWNJ CWNJ Rico CWNJ ZWNJ Rico受医都呼须慎用ZWNJ ZWNJ RDQUO 等字眼 让伴随着安乃进退烧长大的80后 90后惊呼自己安全长大太幸运了 安乃进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使用 一度有ZWNJ ZWNJ Rico退烧之王ZWNJ ZWNJ Rico支撑 真的后果如此严重吗 是否也在我国全面禁用了呢 到底该如何安全 有效的退热 新闻回放 安乃进步时 被用于儿童退热 ZWNJ ZWNJ Rico 今天带小宝看医生 前面有一个发烧的娃 医生给开了安乃进注射业 我顿时刻到下巴 多索 H-E-L-L-I-P H-E-L-I-P C-W-N-J C-W-N-J Rico近期 一位妈妈在网络上传 在江苏某市医院带娃看病的经历 引起广泛热议 情况引起很多儿科医生的议论 纷纷上传ZWNJ ZWNJ LDQUO 证据ZWNJ ZWNJ Ricole正海 有不少地方的医生 不知危险 将安乃进 用于儿童退热 一个多月大的孩子 因为急性咽咽 就一时发现了贫血 白细胞减少症 医生虽提醒家人要注意 预防高热导致经绝抽搐 但其处方里 第一个用药 竟然就是安乃进 而且是注射液0.5克 一支 BB0.5克一次 上传该病例的 医生说 孩子本身血液检查结果已经不好 竟然还不注意 ZWNJ CWNJ Lukone 乃进可置中性力 细胞 减少ZWNJ ZWNJ RDQUO 问题 实在不应该 另一个病例也是孩子发烧 不仅被投包安便 磷酸 药斯塔 为 儿童感冒药 清热中成药等抗病毒 加抗生素 药大包围 也被开出 安乃进注射液来退热止痛 CWNJ CWNJ RDQUO 这个药 是真的不该用啊 CWNJ CWNJ RDQUO 上传该病例的医生说 网友讨论 曾是ZWNJ ZWNJ RDQUO 退烧之王 ZWNJ CWNJ RDQUO 80后90后对 他最属于参与讨论的医生们 一口 同声的说 ZWNJ ZWNJ 不该用 安乃进 CWNJ CWNJ RDQUO 不同 很多普通网友感到的是 差异 ZWNJ ZWNJ RDQUO 我们80后90后 明明都从小吃安乃进的 CWNJ CWNJ 二口 性默然说 ZWNJ ZWNJ LDQUO 小时候感冒发烧 半粒安乃进 一张大被子 此后 ZWNJ CWNJ 二口 Asterisk Love 朱晓晓 说 ZWNJ ZWNJ LDQUO 小时候退烧妈妈给 用铺热系统 我看见人家吃安乃进 还羡慕呢 ZWNJ ZWNJ 我从小吃安乃进 命够大的 ZWNJ ZWNJ 二口 ZW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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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被嫌弃 多国禁用 安乃进最早于1974年 在瑞典禁用 1920年 德国人发明了安乃进这一用于解热阵痛的药品 192 两年上市后 由于退热作用明显 在世界各国作为 非处方药广泛使用 不过后来发现 安乃进有严重副作用 会影响血液系统 尤其是会增加力细胞减少的风险 随着其他更安全的解热阵痛药出现 安乃进逐渐退市 1974年 瑞典首先撤销了安乃进的上市许可 随后 1977年 美国FDA因安乃进严重的副作用 一口气从市场上 撤掉了安乃进的全部副刑 之后日本 澳大利亚 伊朗提及各欧盟成员国等30多个国家接连禁用了安乃进 约5年前 印度也禁用了 不过 记者了解到 目前在很多国家 安乃进还在作为受药用 这也是ZWNG ZWNJ LUTKO兽医都呼须慎用ZWNG ZWNG RDQUO 的说法来源 退热推荐 儿童首选部落分 对于西安基分其实无论 是儿童还是成人 医生并不建议 一发热就用药退烧 只有发热超过38.5度 才考虑用退烧药 ZWNJ ZWNJ LUTKO 实质上是脑膜炎病毒 破坏了脑实质 并不是所谓的ZWNJ ZWNJ LUTKO烧坏脑子 ZWNJ ZWNJ RDQUO 对于发烧 首先要做的是针对病因治疗 烧退热是评估治疗疗效的手段 一般来说 发热多数是普通病毒性感冒引起的 可能首先出现烟痛鼻热 乏力等症状 也可能发热 此时为滑泻症状 可服用一些抗病毒的忠诚药 感冒是有自信性的 但如果七天后感冒为好 人体免疫力下降 就亦被细菌感染 因此还是建议紧早就医处理 无论大人还是小孩 如果发烧超过38.5度 可服用退烧药 但如果连续三天发热超过38.5度 建议不要拖 赶紧纠诊看医生 检验到底是病毒感染还是细菌入侵 症状更严重者 还要到医院检验 是否非普通感冒而是流感 是假流还是乙型流感等 扬言提醒 尤其是有慢性心衰 慢性阻塞性肺气肿 直气管扩张等基础疾病者 要特别注意 Aspigo等于WiAdoW A-D-S-B-Y-G-O-O-G-L-E Push 至于人们最关心的退热 要用什么药 扬言说 要区分儿童 成人使用不同的药 给孩子用的退热药 推荐部落分 对以西安积分 这也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 WHO对全球儿童推荐的两种退烧药 对以西安积分可用于2-3个月以上的薄薄 部落分可用于6个月以上的薄薄 只要按剂量服用 对孩子几乎 没有石膜副作用 成人用的退热药 也可口服部落分 对以西安积分 还可使用赖安匹林 富方安林巴比托 此外还有中程药的柴壶注射液 上述所说的用药 都是真正的解热阵痛药 安全有效 扬言指出 老百姓也发现 其他比如 阿斯匹林 银夺美心 尤其需要特别注意尼美疏力等 也有退热作用 但由于他们的不良反应 以及有其他主要作用的 医生 临床药师 均都不推荐 用于退热 相关规定 而同版中国国家处方级 已无安乃进 ZWNG ZWNG LDQUO 在我们医院 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够进 使用安乃进这医药物了 ZWNJ ZWNJ 入口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药学部副主任 药师扬言说 每个医院的药品采购目录 都不一样 但大多根据安全 有效 经济 要先远用国家基本药物等 原则来制定目录 对于医院而言 早就有了替代安乃进的退热药物 如布洛芬 对易西安基芬 赖安匹林 富方安林巴比托等 而且没有安乃进那样的严重负作用和潜在风险 弃用安乃进是自然的 扬言指出 实际上在当前的中国国家处方及儿童版里 已经没有写到安乃进这一药物 即 它已经被排除在中国儿童用药目录内 不过 可能小诊所 小医院还在用安乃进 但这并不能就说他们ZW&J Z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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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口 扬言介绍 安乃进是处方药 在当前使用的 医学进 具叫高权威性的 新边药物学 第17版里 还是有安乃进这一药物记录的 提到该药ZW&J ZW&J 二口 一般不做为首选药 仅在急性高热且病情微重 又无其他有效药可用的情况下 用于紧急退热ZW&J ZW&J 二口 提醒老百姓不能自己购买使用 必须在专业医生认为有必要使用 而且有条件对立细胞等血液 指标密切监测下使用 ZW&J ZW&J 二口 不过 即使是在我们的ICU临床 重症退热也不用安乃进 而是使用冰坦或冰帽加其他退热药 ZW&J ZW&J 二口 一口 一口 记者了解到 早在1982年 我国原卫生部 就将复方安乃进片 列为淘汰药品 但留下了安乃进的骗剂 DBE 注射剂及注射也等 ZW&J ZW&J 二口 同松熊的ZW&J ZW&J 二口 截至2017年6月22日 全国也仍然有1339个安乃进的生产批准文号 不良反应 说明书里 已列明 ZW&J ZW&J 二口 1.1% 细胞 写 ZW&J ZW&J RDQ